我们有请下一组音乐人 有请第五代二 欢迎 欢迎 我们现在可以去那个现场听吗 走啊 丢火车 他们是我中学的歌单里面 最前面下载的 缓存的音乐 晚安是属于那种会循环播放的 哈喽 各位老师 我们是丢火车 请大家闭一眼 跟我们进入火车的梦境 一起追寻我们梦中的想法 我们唱晚安 有没有人陪在身边 讲说的话都没有说完 却是怀要些遗憾 捉一声 有些短 晚安 我才会说出再见 晚安在醒来之前 我才会说出再见 晚安在天亮之后 那是非与你无关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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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说到他 属临的情形失科 想把身上所有枷锁 全部挣托 只为自己做了选择 你会不会突然的 忘记了 我会没有忘记了 再也不会想起我 晚安 一个梦境或者是什么的 我就觉得蛮有意思 挺好的 介绍一下下一位音乐人 我们所有人 跟住到我们的那个宿舍里面的 所有人都不是很熟 除了二百 好嘞 有请二百 大家好 我是二百 今天我特意邀请了我的 特别好的朋友 丢火车 乐队主唱 球子 我们有十年的好朋友关系 希望大家都能找到 属于自己的那朵玫瑰 你说你像在海边 买一丝房子 和你可爱的宋舍一起住在哪里 你会当一个心情杂货铺的老板娘 随着心情杂货铺的那里 生活越来越压抑 你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 一个人站在悲催的风里 玫瑰你在哪里 你说你爱过的人都已经离去 不要欺骗自己 你只是隐藏的比笑声而已 玫瑰你在哪里 你总是喜欢穿不住的东西 请你不要哭泣 我们都只剩下一对用青春 变成而成的回忆 好浪漫 很早以前就是刚玩豆瓣的时候 随便点进去一个人的主页 当时他的网名他就叫玫瑰 他就经常写那个豆瓣日记 我每次都偷偷看 通过他的日记我写了一首歌叫玫瑰 就到现在我都没有见过他十年了 然后希望他过得好啊 可以啊 还有这么一段呢 对对对 狼歌 每次那个深夜的时候 就是想腿一下的时候 我就听听二位的歌就腿一下会儿 他就让我一下就放下好多东西 特别感谢的 好 那么欢迎许军 许军 你这本我才去编曲 很小的特别棒 我听过他好几首歌 他很棒 许军我一直都非常喜欢 我觉得他就非常有力度 声音也很好 唱得也很好 很纯粹 我很喜欢他的东西 大家晚上好 我是许军 我先唱歌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自己 可能我频道也会做蛮多幕后的 欣赏音乐比较深嘛 然后反而我会想用最简单的状态 来演这首歌 第一 要保持希望在每天清晨 太阳升起 不用太在意这一手的遗憾 用一片面包解决你的不安 别担心 没人经过你的未来 没人驻足你的现在 第二 切记无瑶瑜自身的平凡为敌 也没有必要把自己变得不像自己 也没有必要把自己变得不像自己 你曾慌乱过你的年华 使然你们的一天都一样 面对是同一个 同一个太阳 第三 第三 与自己所处的现在 促悉长谈 写生命中所剩不多的情感 这世界不会再为你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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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怕旧人气消耗殆尽 或者用力的喘息 也会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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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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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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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Syno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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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 拥抱自己 歌词很打动我 它就是一个人在与自己和谍 我经常会有这么一个意象 就是有一个心里都住着一个自己 就是那个人经常会 蜷缩起来 涩涩发抖 在一个角落里 我就感觉它符合到了 我心中那个涩涩发抖的自己 他自己一把其他弹唱的时候 胜过一个大乐队 这就是他的魅力所在 他有点那个Damiro Rice的感觉 对吧 有点 这是一首写给自己的歌 对 励志歌曲 因为我之前也听 然后就是会遇到困难 然后比如说听到说 不要与自己的平凡为敌 就会释怀很多 我这个歌当时写的时候 可能在我到今年龄为止 比较稍微困苦或者迷茫的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在帮一个球鞋的牌子做一个配乐 每天都吃那个切片面包 做到早上我就起来拉开窗帘 觉得我应该做些什么来抵挡住我前面这些可能 碰不到的迷雾 然后我就写了 像小时候给自己写那个 今天我要几点干嘛干嘛干嘛 就写了第一第二第三给自己 然后副歌写不出来了就 Sing a song 就是他的音乐进来以后 第一段然后非常干净 然后慢慢一点一点进来 一直到最后释放的整个过程 我觉得非常美好 我就会被他的情绪 以及在音乐里的整个的这个过程被感染了 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演出 谢谢 感谢 这个版本其实我第一次演 我就想剥离掉所有的东西 用最赤裸最原始的方式来演这个歌 因为我当时写它就是这样写的 我想这样演一次 我其实之前是听别的歌手翻唱过 对 对 然后特别荣幸在现场听到 特别好听 喜欢喜欢 谢谢 他一年那个第一次唱那个自己 我也是酷得稀里发辣的 我印象特别深 然后后来就是 看你给好多人做编曲 对 然后后面我就进入幕后一段时间 对 然后做编曲 做制作 对 做专辑给别人 曲折是一个音乐的权材 他跟自己较劲 跟自己的作品较劲 他这样的人怎么会差呢 出来的东西 特别特别的民进人的东西 我很喜欢他的东西 而且编得特别特别有诚意 很有才华 还真有人 推荐过我找他制作 但是因为我也是一个 有点涉恐型的 所以就 我也怕搭不上 就没敢那个 咱俩都是做制作人 如果让你给李雨春做一个歌 你觉得应该 谁 我觉得我得先了解他 以前我觉得做制作人就是编曲 其实不是 后面我觉得我得对音乐人或者艺人负责 他的对音乐上的判断 我要给他很中肯的意见 所以我需要知道他的世界是怎样的 然后再把我的世界跟他的世界构架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新的世界 那我觉得这就是音乐人跟制作人之间 成功的部分 对 那万一你了解了以后 发现他跟你不是一世界 那我觉得他找我做就不对 可是他就要找你 那我就提高我的价格 漂亮 好可爱 太可爱了 制作人这个身份还挺酷的 我特别好奇 你比如说像我那种完全不会唱歌的 找您制作 那个我就 就我很开心 对 因为我会抬高非常多价格 志胜你真的是色盲吗 其实我是红绿色盲 我色盲 我唱歌不好不是因为我色盲 对我在想会不会也有阴盲的问题 我都盲呀 好 但我一直感觉好像是有这么个问题 就是唱歌就是完全是没有进不去 不是志胜你刚才听这个歌的时候 你给我大概描述一下 是前高后低还是前低后高的 这个歌 这个歌哪有前哪有后呀 就是旋律那条线呀 旋律还有线了老师 这个价格什么又高了老师别再喂了 再喂那又报价了 再喂 那个这上色盲它是红绿色盲 就比如说春春现在穿的这个衣服 他就不知道什么颜色 真的是什么色呀 是什么颜色 这个衣服前高后低 这也是一种智慧 太错了 老师 谢谢